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美国经济是否正走向恶化 晶片股已进入熊市 跌幅超过20% 投资者纷纷逃离大型科技股 市值在短短三周内蒸发超过2兆美元 下周即将发布的企业财报 包括迪士尼 卡特比勒等 将揭示更多经济前景的线索 市场对联储局9月大幅降息0.5%的预期激增 失业率上升至4.3% 创近三年新高 引发经济衰退警钟 投行预计联储局将做较大幅度的减息 市场情绪不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上周五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大跌 投资者纷纷抛售大型科技股 市值在短短三周内蒸发了超过2万亿美元 特别是代表晶片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 自高点下跌超过20% 正式进入熊市 美国经济是否真的开始急转直下 还是仅仅为投资者提供了获利了结的借口 下周即将发布的企业财报 或许能提供更多线索 迪士尼 卡特比勒 好事多 李莱和美超微等多家企业 将发布第二季度财报 这些财报将揭示更多关于消费和制造业景气状况的信息 周五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大跌2.4% 较7月10日的高峰回落于10% 标普500指数下跌1.8% 道琼工业指数一度大跌于900点 随后收复部分失地 收盘下跌610.71点 跌幅1.5% 英特尔暴跌26.1% 拖累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5.2% 台积电ADR也重挫5.3% 自7月10日以来 台积电ADR和辉达已双双下跌于18% 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过20% 与此同时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大跌至3.795% 创下新冠疫情开始以来最大单周跌幅 这显示第三季度 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 转而抢进政府债券等较安全的资产 市场的不安情绪 也让有恐慌指数支撑的波动率指数 涨到了去年三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就业 制造和建筑数据疲软 引发了股票和其他高风险投资的卖压 而中午的就业报告则更加剧了抛售之势 上个月 美国新增11.4万个职位 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失业率则上升至近三年来最高的4.3% 投资者开始担心美国经济大幅降温 怀疑联准会是否拖得太久才降息 并扩大压注 9月将大幅降息 联准会基金期货显示 9月降息两码0.5个百分点的概率为71.5% 高于就业报告发布前的22% Independent Advisor Elias的投资长 萨卡雷里表示 如果这是经济恶化的开端 那么原有的压注都归失灵 联准会需要一笔两天前所暗示的 更大幅度和频率来降息 不仅大型科技股遭到集中抛售 特斯拉从近期高点下跌于20% 微软和亚马逊最近的跌幅均超过10% Gland View Trust的投资长史东表示 就像撞到墙一样 市场出现惊人变脸 显然不能只持有科技股 需要对较具防御性的布局 罗素2000小型股指数 本周下跌6.7% 表现落后于其他指数 似乎反映了美国经济放缓 甚至可能衰退的可能性 Piper Sandler的投资策略长 坎特罗维兹在周五撰文写道 降息不再是股市的利多 建议布局优质股票 特别偏好公用事业类股 不过 乐观的投资者也不在少数 Benjamin F. Edwards的投资主管红八者表示 市场拉回个10%并不罕见 平均来说 大约每年会遇到一次这样的情况 我认为 经济数据疲软 只是给人获利了结的好借口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奇亚斯 在CNBC节目上表示 他预料不会出现经济衰退 并指出连准会有足够的空间 来应对任何经济疲软 他们有525个基点的降息空间 我不预期下一次开会会降息50个基点 但如果有需要 他们大可大幅宽松 美国经济数据再次传来噩耗 7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幅不如预期 失业率从4.1%升至4.3% 最新就业报告加深了美国经济隐忧 就业市场恶化 恐让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联储局在9月降息 0.5%的几率积升 根据报告 7月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仅为12万人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8万人 这一数据不仅低于预期 也低于前几个月的平均水平 经济学家们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就业市场的疲软 可能会对整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就业市场的健康状况 直接关系到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支出 而消费支出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如果就业市场继续恶化 消费者信心可能会受到打击 进而影响整体经济增长 此外 7月平均时薪仅增长了0.2% 低于市场预期的0.3% 工资增长的疲软 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面对这一系列不利数据 市场对联储局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大幅上升 智商所联储局Watch工具显示 市场认为联储局在9月会议上 降息0.5%的几率已经从之前的20%上升至50%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表示 联储局将根据经济数据来调整货币政策 他强调联储局的目标是保持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 一些分析师认为 联储局可能会在9月会议上采取更为激进的降息措施 以应对经济下行风险 降息可以降低借贷成本 刺激消费和投资 从而支持经济增长 然而 也有分析师认为 降息可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经济下行的风险依然存在 7月非农就业数据疲软给美国经济前景 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7月失业率意外跃升至4.3% 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 触发了备受关注的萨姆规则衰退指标 顿时敲响了经济衰退的警钟 数月来 美国经济似乎一直处于景气冷热适中的甜蜜点 通胀趋缓 经济持续稳健扩张 然而 本周出炉的一连串数据 似乎颠覆了这一乐观展望 就业 制造业和营件数据全面减弱 使市场对美国经济展望 从乐观期待软着陆 转为对硬着陆忧心忡忡 资金于是加速撤离风险性资产 转进美国公债和其他安全避风港 中午的7月非农就业报告 更是补上了致命一击 上月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11.4万人 远低于预期 失业率未如经济学家预期 持平在4.1% 而是一口气跃升至4.3% 触发了萨姆规则 根据这一规则 失业率三个月移动均值 若比之前12个月的低点 跃升至少0.5个百分点 显示经济已陷入衰退 随着衰退疑云密布 市场对联准 会将火速降息的预期心理也在增强 对FED利率展望敏感的 两年7美债殖利率 暴跌29.2个基点至3.871% 触及2023年5月4日以来的最低点 全州共跌掉51.7个基点 指标性的10年7美债殖利率 衰落18.2个基点至3.795% 收在去年12月27日以来的最低水准 30年7美债殖利率 同步滑落至2月1日以来 最低的4.11% 分析师认为 如果联准会果如市场所料 开始大坎利率 美债价格还有上涨空间 也就是殖利率还会进一步向下探底 Grantz利率观察报主编 葛兰特表示 据我猜测 我们仍未脱离2021年展开的 债券空头市场 但现在很可能在那个框架之内 开启一波短期多头走势 市场下一个关注焦点 是8月14日公布的 美国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FED官员下次开会时 9月17日至18日 也将检视8月的就业报告 与通胀数据 美联储官员近期的态度 也备受关注 纽约FH&Financial首席经济学家洛伊表示 7月非农就业报告 弱得令人诧异 可能使FED决策官员懊悔 为何没在周三宣布启动降息循环 他在研究报告中写道 市场如今认为 FED不仅会在9月启动降息 而且一口气调降 基准利率两码50个基点的可能性 大于只降一码 联邦资金期货价格也显示 交易员认为 11月再降两码的几率也升高 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数据疲弱 促使多家华尔街银行调整其对联储局减息的预测 就业市场的疲软表现 让人们对经济前景感到担忧 进而影响了金融市场的预期 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等大型投行 纷纷修订了他们对联储局 未来几次一息会议的减息预期 认为联储局将采取更大幅度的减息措施 来应对经济放缓的风险 花旗银行原先预期 联储局在未来三次一息会议上 各减息0.25离 但最新修订为在9月和11月 各减息0.5离 并在12月再减息0.25离 这一调整显示出 花旗银行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加剧 认为联储局需要采取 更为激进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 摩根大通也持类似观点 预测联储局将在9月和11月 各减息半离 并在之后的每次会议上减息0.25离 这些投行的预测 反映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就业数据疲弱 不仅影响了市场情绪 也让人们对未来的消费和投资活动 产生了疑虑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联储局可能会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提振经济增长 减息通常被视为一种刺激经济的手段 通过降低借贷成本 鼓励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 然而 过度的减息也可能带来通胀压力 因此 联储局需要在刺激经济和控制通胀之间 找到平衡 总的来说 市场下一个关注重点是 即将公布的企业财报和经济数据 多家投行预料 联储局今年将做较大幅度减息 这一预测 反映了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联储局的政策动向 以便及时调整投资策略 美国经济是否真如数据所示 开始走向衰退 还是会在联储局的政策调整下逐步恢复 答案或许将在未来几周内逐渐揭晓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几天美国股市真是一场龙卷风啊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大跌 仿佛投资者的心情也随之跌宕起伏 大名鼎鼎的费城 半导体指数也没能幸免 跌幅超过了20% 正式进入熊市晶片股纷纷躺平 感觉就像大火在玩过山车 明明上周还在山顶 现在却直冲谷底 市值在三周内直接蒸发了超过两兆美元 这次的经济滑坡是偶然事件 还是美国经济真走下坡路了 下周的一系列企业财报也许能为我们揭晓谜底 这周五的市场表现真是大跌眼镜啊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一日跌了2.4% 标普500指数也不甘示弱 跌了1.8% 最惨的还是道琼工业指数 曾一度大跌超过900点 后来稍微翻身了一下 最后还是跌了610.71点 晶片股中 英特尔简直就是重灾区 暴跌了26.1% 连带台积电ADR也被拖下水 重挫5.3% 从7月10日以来 台积电ADR和辉达都已经跌了超过18% 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跌幅超过20% 感觉这些科技巨头们也在玩极限运动啊 这次的股市大跌也带来了债势的春天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大跌至3.795% 创下了自新冠疫情以来的最大单州跌幅 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 转而投向政府债券等安全资产 市场的恐慌情绪 也让波动率指数标到了去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就业 制造和建筑数据疲软 加剧了本周四的卖压 周五的就业报告更是火上浇油 上个月美国只新增了11.4万个职位 大大低于预期 失业率也上升到了近三年来的最高点4.3% 感觉像是经济数据在开了倒车啊 投资者们开始担心美国经济是否真的要大滑坡了 怀疑联准会是不是手慢了拖得太久才降息 现在市场上一片降息论 9月降息两码0.5个百分点的概率已经飙升到了71.5% Independent Advisor Alliance的投资长萨卡雷里直言 如果这是经济恶化的开端 那么原有的压注都失灵 联准会需要更大幅度更频繁的降息 超大型股遭到集中抛售 辉达跌超20% 特斯拉也没能幸免 微软和亚马逊的跌幅均超过10% 市场变连 简直比天气还快 看来仅靠科技股 已经不靠谱了 得找点更具防御性的布局 乐观的投资者 也不是没有 Benjamin F. Edwards的投资主管 红八者表示 市场拉回个10%并不罕见 每年大约都会遇到一次这样的情况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奇亚斯表示 他预料不会出现经济衰退 认为联准会有足够的空间 来应对任何经济疲软 看来乐观派也是有底气的 联准会手里 还有525个基点的降息空间 总之市场上各种声音都有 投资者们还是要擦亮眼睛 做好准备 总的来说 这次的股市大跌给投资者们 敲响了警钟 美国经济是否真的在走下坡路 还是只是短暂的波动 仍有待进一步的数据 和企业财报来揭示 投资者们要密切关注市场动向 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毕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 谨慎和灵活才是王道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经济近期发布的一系列数据 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担忧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 在过去几周内大幅下降 大型科技股市值蒸发了于2兆美元 费城半导体指数 自高点下跌超过20%进入熊市 与此同时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显著下滑 进一步显示 投资者转向更安全的资产 周五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4% 标普500指数下跌1.8%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1.5% 费城半导体指数 受英特尔重挫26.1%的影响 下跌5.2% 台积电 ADR和辉达也分别下跌5.3% 和逾18% 就业数据也不容乐观 7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 美国新增11.4万个职位 远低于市场预期18万人 失业率从4.1%上升至4.3% 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 这一数据导致市场对美国经济放缓 甚至衰退的担忧加剧 失业率的上升触发了萨姆规则衰退指标 进一步推动了避险情绪 投资者纷纷转向政府债券 美国公债价格大幅上涨 就业数据不仅影响了市场情绪 也是联储局未来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 市场预期联储局将在9月会议上大幅降息 智商所联储局Watch工具显示 市场认为9月降息0.50%的概率 已经从之前的20%上升至50% 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等大型投行 也调整了对联储局减息的预测 认为联储局需要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 来应对经济放缓的风险 整体来看 近期经济数据包括就业、制造业和建筑业 均表现疲弱 引发了市场的广泛担忧 联储局是否会在9月大幅降息 将成为关注焦点 投资者需密切关注即将发布的企业财报 以及未来经济数据 以便及时调整投资策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来讨论美国经济 是否真的急转直下 首先 我想说那斯达克综合指数和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下跌 并不一定是市场崩溃的信号 也许这只是个别科技股泡沫破裂 反而给了投资者重新布局的机会 楚天书 你这话简直太天真了 你难道没看到就业数据和制造业的数据吗 非农就业人数大幅低于预期 失业率上升到4.3% 简直就是经济衰退的前兆 这可是萨姆规则的经典案例啊 谢琪琪 你别急 市场波动是正常的 我们不能因为几个数据不好看 就大喊世界末日 历史上 股市每年都会经历一次10%左右的调整 这完全是在预期范围内 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时 很多人也是大惊小怪 可是市场最后还是恢复了 楚天书 我不得不说你简直是在自我安慰 2008年金融危机 可是差点把全球经济带进深渊 你说的是每年10%的回调 可这次半导体指数都跌了 超过20%了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承认问题的严重性 谢琪琪 你难道忘了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吗 联准会还没开始大幅降息呢 有525个基点的降息空间 哈奇亚斯也说了 联准会有足够的工具来应对经济疲软 你看投资者已经开始压住9月降息 这不是说明大家对政策有信心吗 楚天书 你这简直是RQ精神 降息能解决的问题当然好 但这次的就业市场疲软 不是靠降息就能解决的 工资增长也低于预期 消费者信心受挫 这可不是光靠降息就能拯救的 联准会迟迟不采取行动 简直就是在玩火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